江颖的再次出现是桑智没有想到的 当初段嘉许告诉桑智自己的家庭 却没有说过关于江颖对她的死柴烂打与校园霸凌 所以桑智一直以为江颖真的和段嘉许有过一段故事 而这也成为了桑智出入职场被针对的原因 如果桑智回到南无 去她爸爸帮自己找的地方实习 那肯定不会受这种委屈 莫名被领导刁难 当工作就连续加班 各种被骂 别说桑智这种从小被家里宠到大的 就是一般人 面对这种情况都会忍不住委屈 甚至离职吧 可桑智为了段嘉许 一个人默默忍下了这一切 桑智以为自己能吃苦 就能让段嘉许依靠自己 这样就是对段嘉许好 桑言说的没错 桑智确实很恋爱脑 所以在她的自我感动中 一边被江颖的姐妹压榨 一边觉得自己是在为了和段嘉许的未来努力 如果不是段嘉许和江颖再次相遇 她也许不会仔细说出那段过往 毕竟是在自揭伤疤 而桑智明显很介意江颖 所以才会多次提起 可每次段嘉许只说他们没没有在一起过 所以桑智内心的介意 一直都没有消散过 正面相遇 就意味着要再起冲突 桑智终于明白自己为啥一直被针对了 可是即便如此 她也没觉得是段嘉许的不对 甚至没有问过段嘉许 而是等到发工资的时候 将工资卡全部给了段嘉许 这不是恋爱脑是什么 当然 桑智还是学生 年轻时代的爱情 总以为在一起就能胜过千军万马 生活在苦 都能被爱情的甜蜜治愈 而且桑智的背后 还有爱她的家人 再加上她只是暑假实习 所以这一切 对她来说既是磨练 同时又有新鲜感 因此 她也更觉得自己和段嘉许的感情伟大了 可实际上桑智就像桑岩所说的 谈了恋爱就没有智商了 不过好在段嘉许并非坏人 她会通宵加班 努力工作 然后和桑智相互治愈 抚平生活的疲惫 一起为了未来而努力 挺好的